欢迎收看五分钟快学系列 在这五分钟里面 我会快速的教各位重点 有两篇 欢迎各位 这个都有完整版 欢迎各位的收看 这个是安佩晋三这一篇 我们会学到三个单字 第一个单字是强忍泪水 安中心祈祷 还有纯火 总共这三个单字 我们会学到两个阅读技巧 第一个阅读技巧 就是我会教各位斗点断句的技巧 还有找出形容词的这个技巧 大家先来看一下单字 单字来强忍泪水 hold back tears tears这个单字是泪水 好来hold back hold是抓 往后抓 就是强忍着泪水 那中心的祈祷 从他的心里面 from his heart 中心 祈祷叫pray 中心祈祷 这个当然就是安倍晋三 能够存活 来我调整一下 有了 survive 等我一下 survive survive这个单字是存活 来那长句阅读 来我们看一下 currently doctors are doing everything they can say Mr. Kishida who appeared to be holding back tears adding that he was praying from his heart that Mr. Abe would survive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斗点断句 就是这个概念 遇到斗点我们可以先把它切断 蛮长的一个句子 我们先切断 先看前面这边 currently是目前 所以目前医生正在做他们可以做的任何事 其实这边也有个形容词 everything是名词 say是主词 can是动词 所以从这边切到这边 这边就是形容词 在修饰前面的名词 他们可以的任何事 导着翻译 接下来往下看 say Mr. Kishida who appeared to be holding back tears 那这边各位有没有看到形容词呢 我们刚刚看到一个形容词 就是名词后面加上句子 那这个形容词是什么形容词 各位 这个形容词是 等我一下 名词后面加上who 我把它写下来 名词后面加上who 也是形容词出现了 好 那所以Kishida 这是岸田文雄这位首相 他怎么样呢 他似乎强忍着泪水的 走向 OK 最后一句 Adding that he was praying from his heart that Mithra Bey would survive Ad是补充 就补充说 他忠心祈祷 祈祷什么呢 安倍晋三能够活下来 好 以上就是五分钟快学系列 这个还不到五分钟 短短几分钟 能够让你学到三个单词 两个阅读技巧 来做我们本书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week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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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